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Peggy 黃敬佩 中略阿萬遊 多謝大家收看 我知道大家對星夢學員很關心 不斷問什麼時候有票買 其實是14月15日的演唱會兩場 在麥花省球場在28日早上 在Cityline網頁已經可以訂票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在講以下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多多支持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中略阿萬遊 按鈴小鈴 另外Follow我IG Peggy 黃敬佩 Like我FAN PAGE FACEBOOK 黃敬佩 謝謝 我發覺很多朋友都會聽 當晚決賽的歌 例如《Bed Romance》 《Trotto》等等 聽完原裝正版 以下想說的首歌領悟 我發覺很多朋友都會聽完 甚至有幾個版本 我發覺有幾個版本 都有不同的方法 想和大家說 怎樣可以把這首歌演繹得更好 或者你們又會採取哪一個方法 你最喜歡哪一首版本呢 不如說回第一首《原著領悟》 其實應該是很多年前 如果大家的年紀都差不多 都知道新曉琦前輩 他唱《味道》 想念你的笑 想念你的外套 領悟是他第二首好喜好喜的歌 是李宗盛大哥作的歌 這個版本聽起來很清澈 因為Key不低 另外很有女人味 和他講述自己的親身故事 不如我們聽一下 重溫一下 我以為我會哭 但是我沒有 我只是正正望著你的腳步 給你我最後的祝福 《新曉琦前輩》這個版本 其實我們說是很有感受的 我記得那時候 可以說回一點點 原來也有段故 原來新曉琦前輩錄的時候 都錄了一個月 因為一直錄都會哭 太傷感 因為用了很多自身的感覺 去放進手歌的感情演繹那裡 所以經常錄到停說 錄足一個月 如果大家看影片 你會看到他 會用牙刷去拆馬桶 其實都說出那種很痛苦的狀態 聽回剛才那個演繹 你會看到他用心情 其實開頭那段 好像在說話一樣 至少慢慢看著你的腳步 去給你一個祝福 其實這個好像自然自語一樣 但也有畫面 我們不如又聽聽另一個版本 Gigi的版本 如何處理頭一段 我會哭 但是我沒懂 我只是沉重望著你的腳步 給你我最後的祝福 就何嘗我是一種領悟 讓我把自己看清楚 雖然那不愛和痛苦 就日日夜在流浪 最深處 你聽到Gigi的處理 其實一開始已經是 好像是一個哭著的感覺 去演繹這首歌 跟新有奇有少少不同 不過這一段也有一個特色 就是因為你一定要有畫面 給你即將要離開的一個戀人 和伴侶的祝福 所以小自然自語 應該是這樣的 兩個的感情都很到位 只不過一個是年輕人 一個比較澎湃的情緒 已經很感動 那種情緒已經很動容 自己都被動容的情緒 其實是比較外外的 對自己在說話 好像有點安慰自己 不如我們聽一個更澎湃的版本 聽到她的方法很不同 因為我們說是女歌男唱 如果你們聽過林俊傑這個版本 是一個很激昂 覺得是有些激氣不服氣的版本 我真的出了很多努力 我走得很辛苦 所以三個方法都有點不同 當然第一段不會太大的分別 因為歌詞的內容 都是被對方祝福感 但第二段開始明顯 就是有少少分野 我們先聽聽林俊傑 天生還怎樣無粗 第二段開始就要少少加力 因為她說到要報復 我們演繹歌曲都要遷就歌詞 雖然你有不同的方法去演繹 雖然是想過報復 這個字其實已經要有少少矛盾 很愛這個人又想報復 我以為她是報復 然後就沒有了 但是我也沒有 我們聽聽另外兩個女性是怎樣去演繹 我以為我會報復 她是我的命格 她讓我想帶過的自己 想帶你這樣無粗 看到Gigi也有那個感覺 但因為她採了Key 比較低 所以她落的時候 有少少你覺得不太多 所以我們在開頭的位置 一定要放得很鬆的喉嚨 尤其是我們唱低音的話 如果你在開頭的位置 你落不去 這些感情的位置 是一些書法感情連歌詞 所以看到她也是在報復 開始有少少加力 我雖然想過報復 但我沒有 我們看看新曉琦的原裝 原裝的Key比Gigi較高 所以開始這裡有少少見到有個分野 不過依然是那種成熟感 還有那種很無奈 所以我體會到為什麼會一邊唱一邊哭 因為到人歲到不是歲數 有自身的感受一邊就忍不住哭 所以錄了很久 我們聽聽最大的分別在中間那裡 到了chorus 其實有很大的分別 愛與可笑 眼看又恍惚 我們的愛不是錯 任你我沒有白白受苦 若曾執行正義付出 就應該滿足 因為這一段是第一段的prechorus 所以大家都不會很激昂 因為Key比較低 都是由心裡的感覺流露出來 所以你聽到它是慢慢加多一點 落多一點 最有滿足 不過我挺欣賞它 愛一段感情就出這樹 愛一段感情就出這樹 這跟原著有點不同 因為始終都是年輕的版本 十幾歲的版本 它真的要靠幻想力 感情經驗沒有那麼豐富 所以是不同的 我想它夾雜了很多家庭的感情 或者是親人朋友 成長的經歷下去 所以這麼有感觸 我們聽聽林俊傑這個版本是很不同 因為男性的版本可能越想越激氣 但是它是一個越來越激昂的版本 你聽不聽得出來 林俊傑用了很多假音 我們說假音是不容易唱的 因為你要把電影弄上去 但是你又要有很厚的支援 否則會很薄 不要聽 但你聽得出它這個 除了它的技巧真是很厲害 我的意思是 它的單田很夠厚 力很夠 那個假聲不是薄的假聲 所以是好像 那種孤獨的感覺 是一個藍士的演繹 他唱得非常好 他掌握了拳頭 每一步都走得好舒服 就是用力咬牙切齒 那種演繹 我還沒聽過這麼好聽 我聽了很多次 就算是未比賽之前 也聽了很多次 我們知道有幾個版本 都有很大分別 我看見他已經再用了加力 但是因為太激動了 所以有些字拗不出來 我相信如果他在最佳的狀態 情緒不是全部陷入的時候 他會更加表達得更加好 會更加之響 更加之雄厚 當然鍵他沒有聲譽那麼高 所以我期待他唱多次 應該會更加好的 沒有那麼激動的時候 我們說最好是你感動到你的 你也有自身感情 但未至於哭、流眼淚 亦都可以將你的音 無論是真假聲都做到 我看到他的真假聲都替換 當然有些東西吃了下去 所以就沒有說 沒有你還是我 那個畫這麼完美的演繹 好了 希望大家都明白多這首歌 如何去演繹 如何去層層遞進的power的力量 我哪個版本你們最喜歡 不如你們都試試錄給我聽 可以開著一個電話 用你的電話唱給我聽 一起去分享一下 Thank you benef soll Cash 有自然了 不要像OR 給我看看 有跟 將 沒 從